2005年 谢晴峰与张柏芝合作拍摄了电影《无极》 由于之前有过恋情 所以在剧组避免不了近距离的接触 渐渐的两人的感情在此升华 经常在剧组以拍戏的名义大秀恩爱 看到谢晴峰过得如此的开心幸福 这让王妃非常失落 当时单身的王妃一直被李亚鹏疯狂地追求着 尽管李亚鹏当时对王妃无微不至 但是王妃却从来没有对她有过好感 毕竟李亚鹏不是王妃喜欢的类型 也许是被谢晴峰刺激到了 一气之下 王妃答应了李亚鹏的追求 在两人确定关系没过多长时间就选择了结婚 当时很多人都不看好这婚姻 而李亚鹏更是遭到了精神和家庭的双重压力 毕竟王妃是二婚 还有一个孩子 李亚鹏的母亲并不想同意 但无奈儿子喜欢 也只好妥协 王妃的同意并非是因为爱李亚鹏 可能是因为赌气 也可能是被感动 这些李亚鹏应该会感受到一些 但老李就是想娶王妃为老婆 幸福地在一起过日子 所以李亚鹏为了这段婚姻牺牲了很多 从头到尾都能看得出 李亚鹏在这段婚姻中都很卑微 他们之间之所以能在一起八年 最多的是因为他们的女儿李燕 为了李燕 那段时间 李亚鹏和王妃像极了魔幻夫妻 但事实证明 单方面的屈爱一个人注定是没有结果的 毕竟两人一开始就不属于一路人 2013年9月18日 王妃主动地站出来回应离婚事件 并表示没有牵扯到任何的问题 是我提出来要离婚的 当时李亚鹏对王妃依旧是爱的 为了挽回这场婚姻 李亚鹏各种方法地劝说 从中终选了大半年的时间 但都是无济于事 最终两人和平分手 结束了八年的婚姻关系 李亚鹏到现在一直还在自责 没有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是我的失败 离婚之后 王妃和谢霆锋重续前缘走到了一起 现在是否还存在男女关系 这个就不知道了 而李亚鹏和王妃离婚之后 一直忙着自己的慈善事业 再次登上了热搜的同时 确实因为关死 但这并不影响李亚鹏的感情问题 后来 李亚鹏领着一位美女的照片在网上疯传 有网友说 那个美女身价上亿是个小富婆 为此 李亚鹏还专门出来澄清了一下 表示对方只是一个文艺创作者 之后 李亚鹏和这位独立女性就没有了消息 当李亚鹏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的时候 身边又多了一位美女 她就是海哈金喜 海哈金喜虽然不是很出名 但是非常的优秀 凭借高挑的身材 清纯的样貌 在模特界小有名气 重点是 海哈金喜和李亚鹏相差19岁 当两人的恋情曝光之后 很多网友表示 又是一场老牛吃嫩草的婚姻 只是一场利益交换罢了 其实网友们有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 之前张继忠和他的娇妻杜清林也遭受过同等质疑 毕竟两人相差31岁 这样的差距确实有点不靠谱 所以很多人宁愿认为这是一场利益的交换而已 但是 如果我说海哈金喜与李亚鹏结婚生子是因为爱情 你们信吗 反正我相信 据说海哈金喜的家庭背景很有实力 根本就不差钱 重点是 当时海哈金喜和李亚鹏在一起的时候 李亚鹏早就退圈多年 还官司缠身 所以海哈金喜愿意跟着李亚鹏并非为了钱 那为什么年纪相差这么大 会组到一起呢 其实不难看出 两人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与一个慈善之心 早在2011年11月2日 海哈金喜就担任了中国爱心城市公益活动爱心大事 而李亚鹏就更不用说了 为了女儿坚持做公益十几年 也许两人是在做公益的路上认识的 然后采索到一起的 最主要的是 自从海哈金喜和李亚鹏在一起之后 从来没有人打着李亚鹏的旗号来蹭热度 可见 两人在一起是真心相爱的 虽然两人有着19岁的年龄差 不过不仔细看的话 两人还挺有夫妻相的 毕竟 李亚鹏非常注重养生锻炼身体 所以会让海哈金喜得到幸福的 从今年初 有网友就见到两人在拍婚纱照 只不过那时候海哈金喜的肚子就有了异样 后来 李亚鹏和海哈金喜在医院被拍到过 有网友猜测 今年李亚鹏要当爹了 果不其然 2022年3月14日 李亚鹏在网上分享了当爹的喜悦 不得不佩服李亚鹏 一步到位 老婆孩子都有了 要么不官宣 一官宣就是双喜临门 而且李亚鹏还高兴地还创作了一篇小文章 可以看出李亚鹏当爹后的喜悦之情 而且在李亚鹏创作的视频中 不难发现 海哈金喜的那张照片 是在做慈善的路上拍摄的 就连文案都是关于慈善的 这也说明两人结缘于慈善 所以明星之间的婚姻并非全是利益纷争 有时候还是可以相信爱情的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 留言 订阅 感谢屏幕前的观看